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大哥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见到你 大哥 你是不知道 你走了以后我天天想着你 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 老弟 你现在不是很好吗 兵部第一人 连皇上都得看你的脸色 我也是看老韩的脸色 这帮太监真是越来越嚣张 现在朝政 兵权 甚至整个后宫 都掌控在他们的手中啊 真是不知道这种日子 何时何日才是个头啊 大事已去 就等哪天再出现一个礼约 来赶朝换代了 老金 老莫 看我带谁来了 原来是你们啊 好久不见了 最近还好吧 你们几个小鸭都长大了 当领导了啊 恭喜恭喜恭喜 来来来 坐下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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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好久没见了啊 真是女大十八变啊 漂亮啊 大大 你们这次突然回宫 不会是 专程来找我们喝酒来的吧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到宫里来办点事 现在呢下落不明 所以想找你们几位帮忙打钉下 到底是被抓了还是怎么样 你那朋友进宫 办什么事吗 捷鱼 捷鱼 早上看到你的样子 真是吓了我一大跳 我担心 今天晚上会做噩梦的 讨厌你王爷 现在我就在你身边了 你还怕做噩梦啊 那倒是 有你在我身边 皇帝我都敢当 还有什么可怕的 宝贝 这几天都没见到你 来 我们亲一个 你觉得韩公公这个人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他有什么问题 我总觉得这个人嘛 靠不住 你不是宫里的人哪 你不了解 其实在早几年啊 就是皇兄想把韩公公 连根拔起的时候 他俩就有很深的隔阂 那个韩公公呢 一直想把皇兄给铲除了 只是不想做的太露痕迹 以免引起功分 所以才忍了几年 好不容易说服我 帮他这个忙 宝贝 这几天 你都不在我身边 我都睡不好 那咱们还是睡觉吧 走 你想吃就吃吧 奴才不敢 这可是华阳陈仓的使节 专程带给公公您享用的 听说这果子非常珍贵 口味独特 岂是小辈这副剑骨头能够吃的 还是公公您慢慢享用吧 宫中真品这么多 我在宫里几十年什么没吃过 还有啊 以后别再说自己是剑骨头了 我们虽然是阉人 但是也不是不能成为人上人的吗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说的剑骨头是说奴才自己 公公您千万别误会啊 得了 这么多年我忍辱负重 奋发图强 为的是什么 我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 我们虽然是阉人 但是也是能慰及人臣 号令天下的能人 华阳和陈仓的使节到了 是 他们昨天就来了 现在正等着拜见韩公公您呢 来得好 明天就让他们进宫吧 是 不用说 这肯定是藏宝课 都几经天了 太棒了 你跟艾丁宝志愿过吗 说什么呢你 我看他长得挺帅的 难道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算什么呀 在我眼里王爷才最帅的 真的 他和艾丁宝什么关系 艾丁宝 我看错你了 而且是 你但是 幻散 我找省 雨天 她来了 短文 Et 是 吃 吃 到 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呢 说实话 半军胡半胡 要不是燕儿想尝尝做皇后的滋味 我才不愿意当这个什么国政 倒不如咱们讨点值钱的玩意啊 走人了 落得逍遥自在 燕儿 此言差语 是上国燕儿吗 才貌双全 从小聪明过人 你记得吧 原来历史上有个妩媚娘 这次咱燕儿被八王爷相中 说不定啊 咱们小燕儿能不妩媚娘的后臣 等女皇帝了 宝哥 恭喜啊 女流氓 想当你皇上 难怪天下打乱 好恶心的你们 还好 证明他没事 你还好 董事了 是啊 哎呀 跑得那么快 跟丢了 不行 不行 先回去找老沫 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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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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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沫啊 看什么呢 哎哟 老沫 看什么呢你 你想想我 我看 我我 你好 去 去 快快快 来人 快呀 抓贼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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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瑟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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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在这儿 刺客 没看见了 这 侍卫松散 又不见孟为龙 玉玺还这样发在桌子上 摆明是一个请君入望的局 是的 就怕你不来 原来顾补快亲自出马 独孤则难 三年了 咱们终于见面了 皇上 外面情况怎么样 回皇上 独孤则难已经来了 顾丹丹正在跟他交涉的阵子欲喜呢 仍在顾丹丹手里 卫龙 卫龙呢 他在哪儿 善丹丹 你可千万别把这女玉玺给丢了 玉玺就在这里 看你怎么偷 我没打算跟你打 我也知道我打不过你 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刀 你大可一刀把我杀了 玉玺就是你的 我说你这个女人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你就那么喜欢当捕快侍卫吗 我记得你当初 拼死拼活地跑到宫里来 也是为了你的师哥 现在你不是重逢了吧 干吗不当个归家娘 他在家里好好伺候你暗恋多年的人 难道是因为你有了爱情 又发现那个男人不外如是 不如抓随让你来的兴奋 你 告诉我 我跟你分开之后 其实我心里特别欠疚 别误会 不是为你 而是为你那个师哥